今天舉行這個有關防汛整備的記者會 就是要跟媒體朋友說明 也讓我們國人能了解 五一開始是進入防汛 非常重要的階段的開始 台灣事實上天然災害 不少 拿水來講 太久不下雨 又擔心旱災 下雨多了 有時候雨量太大 那就造成水災 所以我們防汛的心情 其實還夾帶有一點 今年有一點防汗的味道 而李鴻元政務委員 在到行政院來之前 就是對於防範水災 各方面都有很深的了解 而且從旁協助很多 他在加入我們行政院的團隊之後 更發揮很高的效率 把各個部會各個單位 所兩年來預備的各項的工作 透過他的專業跟經驗就把它融入一個災訪的地圖 從這個災訪地圖來看 他就非常清晰地可以顯示 以縣市或者鄉鎮 甚至於村裡 尤其是淺市地區 特別必須要重視的地方 他就會看得非常清楚 我們這個村裡或者這個鄉鎮 我們可能遇到的災害有哪些 當雨量到什麼程度 我們本縣或者本鄉淹水的區域會如何 土石流發生的狀況如何 那如何對應 因應這些狀況 他包括聯繫的管道 包括應該採取的措施 他都非常剛舉目章 很條理分明地就把它彰顯出來 所以這是一個集體 經過很長時間的準備 對 然後在非常有經驗跟智慧的主導之下 現在形成了在災防災 非常有效 可以充分來發揮功能的防災地圖 所以今天也運用今天的記者會 要跟大家簡料的說明 這個地圖使用的狀況 我們共同全民一起來防止災害 在台灣造成 我們國人生命財產的損失 這是今天這個記者會 非常重要的意義 我的報告就到這裡 謝謝